她妈妈是做生意的 到那个地方又看不上 百般的挑礼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 对不对 最后问我要十万块钱的礼金 给你去讲 六万块钱行不行 还是死要着要十万块钱 谁家家女儿不要那个彩礼 爸爸妈妈 朋友他们那些女儿结婚 都问男方要多少呀 我问你要名称好点了吗 没有吧 我真是考虑到你现实情况 所以才只问你要十万 我告诉你 我把你那边的房子买了 然后再准备十万块钱的礼金 这已经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 那你对我好难道不应该吗 你说我们家什么条件 你们家什么条件 你们家什么条件 我父母嘛 反正就是征商的 做那个服装生意的 家庭团件肯定比她要好很多 好多少 好很多 你们家房子多大 二百多 都说市中心呀 就嘚瑟了 不是说我嘚瑟 我是和她像 可不是嘚瑟吗 我和她相比 我是要比她好很多嘛 我呢 我是跑到你的城市 离你妈近 最起码你还可以照顾 照顾你父母嘛 去说养儿房老养儿房老 我呢 最到最后 是给你妈妈去养儿房老去了 你们有钱人 就叫我们天天 医着你救着你 我考虑到你认识 他养天鹅和养大鹅 那能一样吗 是天鹅还是大鹅呀 我觉得我是天鹅